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无论在何时 人们总希望能够掌握明天 并且过得更好 所以平时就要尽一切可能 抓住机会练习 调整心态 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出路和空间 使生命过得更精彩丰盛 现今社会 每一个人都太繁忙 不管是小学生 大学生 老人 还是年轻人 几乎人人都有一万个理由 告诉自己忙碌的原因 打开电脑更有看不完的资讯 虽然大家都忙碌地 努力在每一秒钟 去做好该要做的事情 以增进自己的发展 但有时候因为优先顺序的不同 不少人每天忙忙碌碌 而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因而是与愿违惹来许多的烦恼 这并不是当初忙碌之后 想要的结果 如果能明白其中的观念 把他注入并落实到生活中 生活就会变得更好 人有时在身体上或是心理上 发生某种病变 而这些病变 很多时候 连医生也束手无策 难以治疗 这种情形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时有所闻 有些人得了怪病 寄托医生是他的救星 可以帮他分担解忧 但是当最后医生亲口告诉他 没得治了 唯一的希望就此破灭 然而其实有许多合于自己 又能掌握的方式足以去应对 但在曾经的忙碌中 却未加留意 因而实质交臂 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首先必须先思考 哪些时间的运用 对于未来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 接着聪明的你 就要更精准地利用时间 学会在任何情境里 做某种的抽离 也就是在故事发生的当时 或者之后 能够将自我的境抽离出来 转为第三者的观点 来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如果能够经常做此练习 渐渐地除了这一刻 也会很清楚前一刻 前一个小时 前一天 前一个月 前一年的故事 当落实的勤家练习 就可以慢慢地理清 让心中产生烦恼的事件 变成进步的一个根基 知道究竟要如何前进的一个练习题 这样的练习还可以阻止 问题在未来再发生的可能性 这就是在进行堵漏的工作 在生活里将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一件一件地将它防堵住 如果还有因缘 这个练习也许会慢慢地让你回忆起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一百年前的事情 如果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就是我们所谓的过去事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深入而已 所以先把这点弄清楚之后 才会有某种的认同 当知道问题点时 才能够对症下药 才会明了究竟生命里最为重要的违和 只有在清楚明白之际 才能够抓住重点 进而去研究执行 最后才能够超越 当你明白事理之后 才是一劳永逸地超越 所以疗愈可以说是提升 和转变之前最基本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